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叶问道 是 在下四目凤将军的女儿凤九一九 想借此和东一国永结情境之好 其实以苍林的身份 就算是东一国的公主嫁给他都不会委屈 只是东一国王军无子嗣 他求取凤九其实算是委屈了 若按照一般惯例 此时东一国王军该下诏凤凤九一的郡主之位 然后安排他们和亲才是 怎得这王军的嘴角 却是一脸戏谑的表情 他说错了什么 苍林觉得自己这态度已是够低了 莫非这东一国国君 想借着此事再挑起战祸 你去参国 前来求取我东一国的王后 你觉得合适吗 陈叶盯着苍林 语气平淡却让人感觉到他下一秒就要动手 什么 苍林整个人处在那边 一时尽不知道说些什么 只是震惊的人却不只是他 似乎整个朝堂之上的人都轰动了 苍林见此笑道 王军真爱说笑 这天下谁人不知 东一国后卫空悬 若您是故意借此事 画了我们四国的条约 我西苍可联合其他两国群起而攻之 凤将军 宣赵 所有人都望向凤义 此时凤义不得不拿出怀中的赵书 所有人再次惊讶并集体跪下 还真的有赵书 还已经在凤将军的手上 那为何他们之前没听说过任何风声 待凤义念完赵书 所有人只得叩拜 只有西苍国苍林和陈叶已经手拿赵书的凤义站着 凤义的手紧紧握着赵书 这一幕他是万万没想到的 原本的打算是等下朝后找军上商量退婚的事 如此一来 却是铁板钉钉 再也不得更改了 西苍随行的使臣倒也是人物 之前一直默不作声 此时苍林还处在那 她便出来打了个圆场 这场朝会也久久慈散了 总之这场朝会的发展 倒是谁也没想到 陈叶坐在岸几边 看着青蓝地上的册子 凤义也一旁候着 凤将军此事已定 您还有何要说 既然此事已定 陈叶对凤义的语气倒是软化了许多 小女自小顽劣 若是以后冲撞了军上 还望军上体谅凤家一门中烈 届时能多后带她 陈叶还到凤义想说些什么 原来是这些 心下也是松了口气 凤将军多虑了 小九的性子很好 本军定会好好带她 护她 能得军上以诺 陈也是放心了 只是小女此时还不知军上真实身份 她自有罪痛恨别人欺瞒 若她得知 这不定会闹出什么链子 您且先瞒着 这是本军自会亲自和她说明 此事还需再瞒一瞒 一切等大婚后再说 丰厚大礼就定在下月初时 还有半月之多 从未觉得日子如此难过 而此时凤府内也接到了旨意 还有赏赐的宝物 那一箱箱搬进凤府 凤府人人都蒙了 不是去退婚吗 怎的就下诏了 这还不是聘礼 还得挑个几日再送来一次 凤夫人愁着看着大厅中摆放的箱子 九儿呢 方才接着的时候便寻不到人 还好那是大人为多苛责 凤夫人倚着身子 愁容满面 凤哥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此时凤九正跟着木成峰一路骑马出了城 也不知为何凤九觉得今夜的木成峰脸色沉得可怕 难道在宫中受了欺负 木成峰将两匹马拴好 牵着凤九就往河边走去 此时秋风萧萧 河边的景色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奈何两人都没有赏景的雅性 凤哥 你拽头我了 凤九将木成峰的手甩开 只见细白的手腕上都已经出了红印 九儿 对不起 木成峰望着凤九未有恼怒的神色 忙道歉 只是今日宫中的是太过骇人 他一只小 也顾不得其他 便回来寻凤九 凤哥 你怎么了 今日怎么怪怪的 凤九自己揉了揉 不将这些放在心上 九儿 你愿意跟我走吗 木成峰问道 天涯海角 好呀 凤九爽快地答道 出去玩我当然高兴 不过我得回去跟丁娘说一声 对了还要带上茶茶 这丫头已经恼了我几次了 老是不带她 凤九还在嘘嘘叨叨地说着 不是 九儿 只有我们俩 我们私奔吧 木成峰本来见凤九一口答应还是很开心的 只是他后门的话却让他知道 凤九还不知道事情 私奔 凤九惊讶地望着木成峰 画本子上的事情 居然要发生在他身上 好刺激啊 但是为什么呀 凤哥 好端端的为什么要私奔 九儿 你还不知道 君上已经下诏 要立你为后 婚期就在夏月初时 什么 凤九的嘴微起 那个他是为天人的君上 居然要立他为后 这 这是做梦吧 凤九用手拍了一下自己的额 好痛 不是做梦 怎么可能 是今日早朝时下的诏书 西苍国二皇子在朝会上当众向你求亲 谁知君上早已被下级立你为后 只怕此刻刘公公已经到你府上宣旨了 木成峰上前一步抓起凤九的手 即道 九儿 我什么都不要了 我只要你 你和我走吧 凤九愣神 这一切的变化 他现在还没处理好 怎么就西苍国二皇子要向他求亲 一会儿又变成君上立他为后 我供摸着这世君上为了撕毁四国协议 将你当成棋子 不管我有多敬重他 他的熊途八业都不该扯上你 九儿 你已经答应嫁给我 我不许谁把你抢走 我不许 木成峰说着禁欲俯身去吻凤九 索性凤九反应快 推开了他 凤哥 你先冷静一下 凤九一手挡在那 他现在也很混乱 他得会回去问一下爹爹和娘亲 是关于你我 我怎么冷静 木成峰反身一拳打在树上 片片黄叶如雪般落下 那是君上啊 若是旁人我也不惧 未经之计只有我们走 走得越远越好 我们走了 我爹娘 你爹娘怎么办 凤九问道 我 不知道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 木成峰只恨自己为何先前一直纠结于高中才提亲 若是早将一切定下 也不会如此 凤哥你先别挤 我回去问一下 凤九说着就提着自己的裙子往回走 另一旁 白泽坐在一棵大树之上 以着树干 看着这两人发生的事 摇了摇头 真是可能要怪他 若不是喝醉了酒物了事 只怕利后 也不会提前这么多 现在这事怎么办 好像把事情弄复杂了 只见天空上有两个人往他这里飞来 却是成玉元君和小天孙阿里 可是白泽先君 成玉握着折上公身行了个礼 早从连三那里知晓白泽手上有帝君的令牌 见令如见帝君 他自然得礼数周全 见过白泽先君 阿里也跟着老老实实的行了个礼 见过成玉元君和小天孙 白泽见到这两人神色和谐的一笑 要知道第二事实 他和阿里两人跟着成玉可没少闯祸 对了 名义上成玉还是他的姐姐 帝君有一日心血来潮 惊认了成玉做干女儿 然后他就莫名其妙多了一个姐姐 而阿里更不用说了 阿里得换他一生叔叔 不过两人为了称呼 这是没少争执过 日常斗上一斗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尹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尹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尹哦 我们下期见